乾隆皇帝太好色 居然对宰相刘罗郭的老婆动手动脚 还把人家老婆拖到床上做运动 这一幕幕的事情太荒唐 刘罗郭的老婆回头吓了一跳 此人不是自己的丈夫 是大清皇帝乾隆 乾隆皇帝一肚子坏水 继续调侃刘罗郭的老婆 乾隆皇帝不紧不慢地地 把刘罗郭老婆搀扶起来 两人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是夫妻 可在剧中这是别人的老婆 两人拉拉扯扯 勾肩搭背 成何体统 要是让刘罗郭知道他的话 事情可就麻烦了 乾隆皇帝丝毫不在乎这些后果 直接把刘罗郭的老婆拉扯到了床上 强行要跟人家做运动 眼看乾隆皇帝越做越过分 刘罗郭的老婆越来越生气 自己可是有父之父 而且自己和乾隆皇帝也是堂兄妹 两人发生这么狗血的剧情 难道不怕遭到世人唾骂吗 乾隆皇帝丝毫不害怕 还说刘罗郭老婆所处的地方是后宫 后宫的女性都是乾隆的女人 她在乾隆的卧室里 这不就是活脱脱地勾引自己吗 刘罗郭的老婆不敢相信 自己的老公为人正直 绝对不会出现在皇帝的后宫里 她已经不敢想象刘罗郭发生了什么 乾隆皇帝趁热打铁 你要从了朕 朕绝不会亏待你 不 不 不 皇上 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 我就死给你看 像这样的花蓉月貌撞死在床脚上 那太可惜了 不如与朕同床共敏 你要再动 我就撞死在这儿 你要不怕皇室出丑 不怕有事大清为夷 你就过来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刘罗郭为人正直 做事情非常似板 她的老婆也是个中烈的女子 一家人同属又臭又硬的货 乾隆皇帝是成性而来 败性而归 原本想着调戏一下自己的堂妹 调侃一下刘罗郭的老婆 好好地报复刘罗郭 给自己出口恶气 结果自己的愿望不仅没落实 还被骂了个狗屑临头 自己一波波事情的太吃亏了 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对刘罗郭的老婆动手动脚 这一切还要从刘罗郭欺负乾隆说起 和珊为了讨好乾隆皇帝 就给乾隆皇帝贡献了一位西域美女 西域美女浑身散发着香气 她就是环珠格格里面大名鼎鼎的香妃 乾隆皇帝自从有了香妃的陪伴 每天都是夜夜声歌 通宵达旦做运动 朝政都荒废了 刘罗郭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刘罗郭及时出手 每当乾隆皇帝和香妃做运动的时候 他都会在外面高声地宣读 圣祖训 一遍一遍地烦扰乾隆皇帝 让乾隆皇帝再也没有心思陪伴在香妃身旁 乾隆皇帝为了报复刘罗郭 就从自己的后宫家里三千美女中 随随便便挑了两位不熟知的 派出去伺候刘罗郭 还和刘罗郭做了三人行运动 这就相当于 刘罗郭给乾隆皇帝戴了绿帽子 乾隆皇帝就有借口拿捏刘罗郭了 乾隆皇帝为了把事情闹大 直接通知刘罗郭的老婆进宫 让刘罗郭的老婆亲眼看看 刘罗郭根本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而是一个虚伪的假小人 刘罗郭老婆在等待的时候 乾隆皇帝就想着调戏一下他 这就发生了刚才的事情 乾隆皇帝看自己没得逞 只好让人把他送到刘罗郭面前 只要他看到刘罗郭跟别的女人 你浓我浓 肯定会爆发火山一样的脾气 到时候看看刘罗郭又该怎么收手 乾隆皇帝这是一时二秒 让刘罗郭的家庭不得安生 此时的刘罗郭身旁 正围绕着两个绝色大美女 给刘罗郭端茶送水 按摩 柔间三个人开心快活 在外面的刘夫人 突然听到了里面的打闹声 他不敢相信老公做出了 这样荒唐的事情 可是到如今 自己也只能硬着头皮面对 谁呀 怎么这么着就进来了 大人 你怎么了 大人 怎么了大人 你谁呀你 你甭望离走了 滚啊 滚边去 夫人哪 夫人救我呀 夫人的气场太足了 直接心下破了刘罗郭的狗胆 当场就给跪下了 谁能想象大清王朝的宰相 现在像宠物狗一样 屠服在地上 请求着自己老婆的原谅 在那的南强女弱的封建社会 这一幕实在太荒唐 你都栽到福窝里了 怎么救你 这两个 扫梅胡言的小贱人 你还舍得 夫人 别笑了 我害怕夫人 夫人哪 刘庸 我是哪点对不起你了 是我长得难看 还是我不受父导 夫人不不不不不 我从从来没那样想过 你千千万别误会呀 夫人 这样的解释实在太过苍白 自己都眼睁睁地看到了 你在皇宫里待了十天 半个月不回家 原来是沉醉于美人乡 大家伙都说 刘罗郭为人正直 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宰相 原来是个知人知面 不知心的禽兽 整天躲在皇宫里面 寻欢作乐 夫人越想越生气 如果刘罗郭不给自己一个交代 今天就似在刘罗郭的面前 刘罗郭急急忙忙往 前龙身上推 夫人啊 这不能怪我呀 这都是皇上的意思 皇上让你去嫖 你就去嫖啊 说话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也是皇宫到内的正经人 呸 这没你说话的地方 滚烟烟的 刘罗郭 夫人呢 皇上让你偷 你就偷 不敢 皇上让你休了我 你就休了我 不敢 夫人 我不敢动这个念头 我就是死了 也不敢动这个念头 夫人 不敢 是不敢 你什么不敢 夫人呢 看你紫月诗云 道貌岸然的 呦 原来 你也是一肚子难道女昌 什么坏事也想干个是不是 还批阅 还写奏折 假冲斯文 原来 你们均均沉沉的 合起伙来 欺负我一个奉告人家呀 刘夫人说的头头是道 刘罗郭无法反驳 越想越生气的刘夫人 狠狠地把刘罗郭教训了一顿 刘罗郭落魄的 就像一只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此时 刘罗郭只想抓紧找个地方钻进去 两位公妃看到此情此景 抓紧找个角落躲起来 哪怕皇上来了 刘夫人也不给他们面子 依然是照打不悟 今天自己要好好教训 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对于这种不知廉耻 见以思迁的负心汉 不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自己网活了这么多年 乾隆皇帝及时出手 在朕的面前 也如此不成体统吗 皇上 我一个副道人家 见识有限 你倒给我说说 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 这 难道一世鸦人 一强凌弱 奸人妻女 也是体统 堂堂大清国宰相 一聘大学士 却有家不归 棉花素柳 追风引蝶 这又是什么体统 你 乾隆皇帝被掖得哑口无言 就连一旁的和尚都不敢言语 刘罗郭更是吓得哆哆嗦嗦 都说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三个人加在一起 也不如铁娘子厉害 乾隆皇帝急急忙忙解释 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 特赐于刘庸 扮她左右 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 心意 你这是拉人下水 堵人之口 皇上 无非是给自己行个方便 什么心意 说得好听 夫人 有话慢慢说 话不能这么说 大胆 无理 住口 你给我住口 事到如今 我是什么也不怕了 我生不逢时 碰到了一个无道的婚君 说得不敢说呢 不敢说呢 我命运不弃 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刘勇 要修要废 你今天就拿个主意 皇上 要杀要寡 就随你了 配偶 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明明只是想报复一下刘罗锅 调侃一下自己的堂妹 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 这样的闹剧又该如何收场 关键时刻还得老王爷出手 搬出来了皇太后 才顺利解决棘手的问题 其中又发生了哪些好玩 有意思 荒唐的剧情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揭晓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喜欢别忘了点赞 收藏 分享加关注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